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见面了 李怀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真想帮你分担 你作为朕的妃子 不守宫规 不顾朕的颜命 居然跟家爷那个银僧 一起私痛 私奔 朕本已是死罪 朕已经既往不咎 而到了现代社会 你依然不顾朕的颜面 竟然跟叶家同居 你以为朕是仙人还是圣人 能截二连三地忍受吗 你以为朕是仙人 我很后悔 当初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 来到现代以后 我总是想办法甩掉你 我打你 骂你 都是因为你当初杀了佳怡 可是不管我怎么对待你 你还是对我那么好 当我无助的时候 你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我面前 可是我却忽略了你对我的爱 当你失踪的时候 当你失踪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我爱的人 是你 可是我爱的人不是你 是芬妮 是芬妮 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点点滴滴了吗 难道这些衣服 还有那书画都是假的吗 我 我 我 中秋节 我给冯冯买了五条白裙子 情人节 我给冯冯买了一条白裙子 圣诞节 我觉得还是白色的衣服最适合冯冯 这些都是假的吗 这些都是假的吗 有些时候 你拼命想要得到一样东西 那事情 我已经没人问我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就是你 你还能没有咳吻 你也能不须 你旁 w 我只不追不归 我只不愧 你不愧 我只不愧 你不愧 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 我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 留下我独自伤悲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打碎 只剩我独自面对 放手就轻松了 我明白了 以后我不会再妨碍你了 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幸福 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 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 留下我独自伤悲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打碎 从此只剩我独自面对 我们不到黄泉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 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 不 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 到了黄泉 也再也不见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打碎 这剩我独自面对 的距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姐姐 你还好吧 我们回去 走 姐姐上车吧 姐姐 感谢观看